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出版中心在2013年12月出版的好书 《丁偉良與近代中西文化教廊》 這本書好達六八頁 作者是傅德元 傅德元是1956年7月出生在河北省 保底縣 改革開放之後 他在1982年3月 在河北大學的歷史系 完成文學史的學位 2004年 他進入北京師範大學 成為了中國近年代史博士研究生 他私從鄭思渠教授 研究中國近代文化史 直到2008年 獲得博士學位 他是直接接觸在美國保存 丁偉良歷史檔案的首位學者 這本書 是有關美國長老會 來華傳教師 丁偉良 William A.P.Martin 對於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活動 以及貢獻的研究 丁偉良 是19世紀 中葉 美國最早來華的 新教傳教士之一 在中國的生活 將近有60年 更加是著名的 漢學家 以及教育家 中西著作本身 他曾經擔任 京師同盟館 或者是大學堂 也是現今的北京大學前身的 西學總教閘 將近有25年 他推動新式的教育 76歲那年 他還重返中國 擔任湖北濟美學堂 總教閘 以及兼任這個學院的 功法教閘 1916年 90歲的丁偉良 他長面於中國 並且 是被葬起他的外妻的巫婆 丁偉良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這本書總共分為 《瑞論》和《六大章》 《瑞論》是介紹 這本書的選題意義 學術創新 以及研究概況 第一張是 丁偉良 《生平概術》 1827年 至1916年 分別由丁氏 他的家庭背景 以及早期 在華傳教活動 即是指1827年 至1868年 從京師同文館 到京師大學堂的 教育活動 1869年 至1905年 以及本晚年的傳教活動 1906年 至1916年 中國情結 及檔案概術 你都可以詳細說明 第二張是 丁偉良 丁偉良 的中國文化觀 善識 丁偉良 他的中國文化觀 中國宗教觀 傳教思想 和他對中國文學 及語言文字的研究 第三張 丁偉良 丁偉良 與西方國際法 在中國的奠基 萬國公法的版本 考證 和歷史價值研究 講述丁偉良 他翻譯 萬國公法的背景 和動機 萬國公法的翻譯藍本 和相關問題申請 第四張 丁偉良 丁偉良 与國際法 在中國的傳播 介紹 聲韶子掌 和晚清外交的近代化 得規太西 往來交涉之道 的譯著 公法電腦 遲論既是公道 而又不偏妥 最事要都準確 而有據的公法會通 和文館翻譯的其他國際法著作 以及丁偉良的晚年的國際法作品 第五張 丁偉良 與晚清教育的近代化 講述丁偉良 和經思同文館 以及丁偉良 和中西教育觀 和改革科舉制的主張 第六張 丁偉良 向中國介紹的西方先進科技知識 和社會科學知識 丁偉良在報刊書籍當中介紹的自然科學 和社會科學知識 晚清西方經濟學傳入中國的第一人 隱介副國策 以及近代來華西人第一部心理學著 聖博舉語 結論是丁偉良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及晚清近代化的促進者 書的最尾 有四篇資料詳盡的父錄 可供參考 丁偉良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她的貢獻巨大 其一是她比較有系統地去翻譯 隱介西方的國際化 其二是她長期擔任 京師和文館的總教集 實施新式的教育 其三是向隱介西方自然科學 人民社會科學 人民社會科學新知 基督教文化 和將中國歷史 宗教文學 古代發明等等 介紹給西方 她自己也是中國文化 新日研究 是早期的美國漢學家之日 這本書最視嚴謹 觀點明確 很多的創建 並且 引用了大量珍貴的 中外文獻資料 和原始檔案 對丁偉良的文化交流活動 進行全面分析 並且定出 若干的史實 為研究 丁偉良 中國近現代史 思想文化史 宗教史 教育史 等等 的重要著作 這本書是 不容錯過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